今天阿正不在 他去了哪裡呢? 我想過幾天他會跟大家交代 我意思是星期一 他回來做節目的時候會跟大家交代 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有一天突然間 譬如說沒有了阿正做節目 沒有了我做節目 沒有了啤梨漫步 一點都不需要驚訝 因為現在 我橫顧四周 繼續在香港 做這一類節目的 都數不到有多少個 沒有了 早幾天 我不要說哪一天 我有個老友記在台灣 我匆匆給他 我想大家猜到是誰 但是又不要因為我長輩 我又不好意思 我真的剛剛 擠了金合寬洗流水 準備洗到頭上 的時候電話響 我一刻就不聽 一刻就聽 但是 一聽我就知道他有很多話說 也有 但是不聽我就覺得 哎呀 真的不是很好 別人 這樣響電話 我不是那麼 因為我其實是 長有有罪的人 那些人 我唯有找一些東西 手聽 一拿起電話就 他就問他為什麼 你還不走 你還不走啊 然後他私人對話 我就不斷透露了 一行很久沒有上來 今天就先訂一集吧 因為我第一件事就想問一行 為什麼這麼晚了 我剛才還在 這裡好像偏濕室 我平靚吶陷入 有什麼話說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話說 是不知道有什麼話說 還要組繫 Up6節節目 雖然這一件事 每天不知道有什麼話說到的 成亡成恐 其實在我2013年開始做現代學合傳的時候 已有的 所以每次都不知道有什麼話說 没什么准备下 其实是没有一次试过脱场 讲不到两个钟、三个钟、四个钟 看那个节目几场 当然是因为中间好像现在这样讲废话 拖场 但是既然有嘉宾主持上来 我们就准不能够讲太多废话